各位大家好,我是老片宣生,欢迎来到宣生解说 这是打宣传J86的经典好看剧 这次是一匹我们魔都两领的两匹板桥 这也好像是两位的首次碰面 看一下野人,我们叫的狮子,狮子对老三 丛雷美食家,对上蒋可人 这一场水塞也是比较精彩 我们看一下天木尔三个想跳过来 空跳过来捏好像已经不主流了 这个打法,都要带入,或者是打个冷不丁 这样这么明显的跳入捏,一般的高手也不会中 过来给我看看头走了没有,耳光大赛 自下赛抠,全人发动 圆闪之力,可以啊,魔都两两现在也是一个MJ2100分了 好夸张的分数了,2100还是2300,好夸张的分数啊 双方都是2100,好的,天木尔 必须要抚摸一下 走,在你半边 那狮子的发动很快,上下左右都可以滚 那这个,猪打一个快,但是对方猪打一个雪多 以雪量换空间,以雪量换时间 小恐龙丢过来,不等他发电,我又爱发电,起跳,漂亮 打一个,哎 打一个时间差,刚才电了一下,对方空跳 电空了 帅的开裂 主打一个快的两两啊,这个策略并没有奏效 对方,对方又是一个天木尔,没把一个天木尔 亮亮,你要反思一下,是不是离得太近了 让对方有充分的时间来反应 而且打出了一个极具伤害性的天木尔 截击 啊,就这么打,打一下就跑啊,打不过就跑 来了,我这个对策 临界点,临界点的不卷物,绕后 但是,你老是什么鬼的话,对方有防备了 你看,又是天木尔 啊,完了,完了,完了 对方三七啊,有点危险,刚说完 哎呦,啊,聊起来,再见 老三这把基本是不失误啊,打了一个快,什么鬼 啊,看一下双方第二局 哎,你注意一下,他那个对策,老三的对策 他不方不忙,你再快,他还是能contact到你,你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结一下第一局 第一局,滚了太多,知道对方有了防备 没有打出这种,出其不意的 而且把自己气滚没了,对方也没气 那现在的话,对方气掌握来 现在是有气打没气,完了 你看,两个就在里面了,又是一个竹端 前双,我天木尔 出一个回首套 哈哈哈哈 老三 老三一练的是,阴抓铁路山,你掏的话有差,掏不到 这,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我建议再恶补一下 为什么不能掏啊,掏的话要先打天鹰盖,你掏错地方 好,来了,这个反话,这个爆发倒是有点意思 好,前赶 好,回首套 对,要先趴中段啊,再掏下牌 这样的话,过铁路山,才有出口之,好,反面 丢一下,电起来没什么,摇起来 好,过油 雨停汤,兄弟,我停不山来了 哦,漂亮 这个过山滚 这个过山爹 啊,差一堆堆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魔独亮亮这两下,确实有意思 其实双方,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我是说有些对策上 没有打出来自己的风格 一丝血,不会被反捏吧,兄弟 一丝血被反捏,那就有点不科学 哦,真有可能 兄弟,打起精神来 看他,前跑,漂亮 防不胜防啊,就是啊,出其不意啊,攻其不备 还要攻其必就 三位一体 好 过来,哇,前冲过来,天木啊,都能打中 什么鬼 忘了,好,进防 进了吗,手术 好,防空不错 前砍,咬起来,漂亮 可以啊 别人发动吧,兄弟 一,二,三 不科学 别人发动就被破了 很不科学,兄弟 好,过一下,反正就是发 最后一下,给你来个残忍一击 好,掉出来 好伤啊 好伤啊,这把 然后,再见兄弟 哎呀,那个,失误太多了 这么好的机会 可能要被反杀 我跟你说 想说对方没有气 一个天木啊 这边也没有气了 过不去了 没有气,再见 重来,一个指紧 指紧,魔独亮 痛苦的倒下 强主人胜利 好的,当然是全集中 多关注,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